他这个是打团的时候我就想着我的 就想着看盯着你对面几个位置 杨简啊什么Crime啊什么吕布啊 然后李白你敢进来我大招就按下去 而且吕布的话 李白经常刷大针的压力非常大 就是他的二技能和大招 二技能转一下和大招抓出来 那一下中间只要有一点点缝隙 马上会被抓到 抓到就是一波死这样 其实这把也是没有什么办法之东西 没办法 确实他这个以搬代选 以选代搬 选出李白这手的话呢 在这场比赛当中第一选拿出来 其实就摆了给对面针对的 对 而且也是能够看到 几时他的一个数据 他之前的话是在达摩的使用上 是有一定胜率 当时我们也可以提到 跟萨摩尔两个人的配合还不错 包括萨摩尔拿到牛魔的话 但是几时他拿别的英雄胜率真的很低 就我这边统计到 大概就是一个几乎没有胜率 就胜率真的就偏低 所以他们更多的 我觉得应该是考虑怎么样 拿自己更加熟悉的一个点 可能他们有练得更加好 就他们其实之前很熟悉的套路是什么 就是配合去打一个控制 比如说他达摩重量在哪就是控制 然后伤害你就让Shadow和Evodal去打 你不要去管 对 其实照这样来说的话 我倒觉得威放这边 在阵容的一个选择上面 还是有一点点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场面上还有射手的 威放本身就是一个 打运营的一个阵容 打发育的一个阵容 对 而EastDAD在经过转型之后 可能他并不是依赖一些射手了 但是你这边的话 如果本末倒置的话 其实对于自己来说 是一个抵制版 对 也是 把他给框住了 对 也是一种尝试 出现不好的感觉之后 其实要及时调整 其实我们之前看到 他们的一个胜率偏高的 一个当时的组合 还是其他的位置 像这个 Summer是拿下猴盾 Prime的话更多 这个几次的话 更多还是去拿一个打磨 两个人配合还是比较默契 就我就觉得吧 威放这边 如果说你爱打射手 你就继续拿射手 不要是因为对面拿了一个四战士刺客阵容 你这边就跟着 也来个四四个战士 这样的话 以你自己的短板法 去碰对面的一个优势 那肯定是吃亏的 其实不如就打个运营 打个发育 拖到后期的话 也不是不能打 这边的话 搬掉了Jungle的Luna 是的 我们看Estar这边 套路依旧 继续搬掉一个马卡末 一招先吃变天 打你 打威放 我就用这一套打 其实Ebordor 他也打过别的射手 其实他其实也不是只有这两个英雄 其实他后翼打过三场 我们曾与四汗都打过 古班刚刚也说过了 6200一个上海 对 可能非常高 而且其实YTG 跟我们之间做了一个同好的榜样 好大化的 就像马可佛罗和余姬都不在 孙上香依然是可以上场的 对吧 也不是不能用吗 后翼依然是可以用的 是的吧 大两射的准 一样是能够换盘的 对 只要这个缘分好嘛 今天脸血的白嘛 也是能玩的 是 来看一下 威放这边是扮掉了一个Luna 加上荒布兰 看一下伊萨 最后一手怎么拿 冬皇太一直接搬掉 冬皇太一现在的一个搬选率 还是比较高的 因为在目前来说辅助 太乙真人 被经过一定调整之后 然后这个 蔡文姬的一个缺点太大了 所以目前来说 冬皇太一是一个非常好的冬季 威威选 是的 看下威放最后一手怎么办 他们其实现在 我觉得是搬掉一个点会比较好 就是现在上单这么多点 他去搬掉一个 曹操啊 杨姐 这些他去搬掉一个 搬到一个对面 拿一个你还能拿 这样其实比较好 你可以拿一个中 可以去拿一个这个边路 都可以 对 威放这边还是搬掉李白 还是搬李白 确实也对目前来说 以选代搬还是不大适时 自己的节奏 这样来的话 关羽是放了出来 要拿了 关羽一旦出来的话 其实对于主场比赛来说 节奏会稍微快一点 是 威放的话 之前关羽确实没有 没有印象 他们打的 除了桑 除了桑的那把关羽之外 其实确实他们其他的几个位置 没有一个打关羽的印象 这个关羽的节奏快是在哪里的 因为这个英雄他第一个 他推荐很快 再一个呢 他支援很快 然后呢 整场比赛的一个节奏 他能够随着他的不停游走 而带动起来 他这个反正就是 咯咯哒咯哒到处跑 咯咯哒咯哒 这个非常形象 我愿意要说这个 这个 这个大家不是这个小鸡的这个声音吗 是 想到大克路 拿到了一个杨简加上达伯 这两个 没有毛病 在目前来说也是很火 对 刚也是提到 使用31次 对 应该说仅适于 胜率 胜率 这个出场率非常高 出场率是非常高 出场率是开行第二 那第一个排行组合 当时好像是 诸葛亮配上另外一个杨简 尼斯塔尔的话 反手拿到了诸葛亮 曹操既然你不打那我就拿了 这个不讲道理吗 那威方这样一个组合拿出来的话 在目前来说 前中期有个非常大的威胁来说 那尼斯塔尔这边拿到一个 关远和曹操 看来是要在 这个前期两边战队互刚一步 这个三手拿出来是 前期打架无敌三人组 升到四级 我就让你见识到什么叫团战 我告诉你什么叫打架 威方的话 尼斯塔尔要拿孙上香了 终于还是拿出来射手了 就该如此嘛 对不对 不要这个本末倒置 是 大家 萨莫 不是萨莫 这边的话再拿一下 萨莫再拿一下辅助 拿了张飞 那其实有了孙上香 这个英雄存在的话 那么达摩和张飞这两个点呢 就能够围绕到孙上香去打点实际 是 不管是张飞的保护还是达摩的保护 还抑或是进攻 这几个英雄都能够做得淋漓竞争 是 这边的话关羽呢 应该是要给到桑 桑的话我们前面屡次提到 是 上一周表现非常好 其实那边虽然那一场的话虽然很遗憾 但是那一场印象最深刻的 就真的是他最后在最后关头 关羽一个人进来砍死赛 是 一个大招在中路高地上冲进来 不过现在给予E-Star选择的后两位 是比较难办 因为看到目前对面拿到了一个射手之后呢 他们现在射手真的不好拿 对 他们现在没有什么射手去拿了 拿到一个牛魔 这个阵容的话 打仗 是一个四战士 这个也是 怎么说的一个小小的免伤嘛 牛魔的免伤大家可以这么理解 在前期的话提供200加了一个双抗 大约是给你提供了30%的一个免伤 就大概是你天生自带一个 就你血量 谁血量少谁就自带30%免伤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效果 配合上赵云这样的印象 其实前期入侵就很厉害 我们也知道赵云的被动让他血量越低 他就这个月肉 我们还威放这一手 最后一手法师该怎样选择 还是拿高剑林我觉得可能好一点 不过不知火舞也在想 或者不知火舞 Shadow的话不知火舞打的也是非常多 貂蝉 是 还想拿到一个貂蝉 Shadow的话也是之前使用过三场貂蝉 获胜过一场 这是他第四场 那跟大家提一下的是Estar这边的话 他的一个达魔的使用率 是使用十场 有七场胜利 没错 而牛魔这个英雄也是非常钟爱的 出场十一次 算上这场是十二次了 所以这支战队对于牛魔和这个打魔 两个魔 有一个莫名的钟爱 是 这边也是第四场 Shadow上一场用的也是貂蝉 是 应该是加上上一场吧 四胜一负 然后现在这是第四场一负 四场一胜 对不起 口糊了 是 看一下 双方的一个阵容已经敲定完毕 Estar这边拿到的是 曹操 诸葛亮 赵云 牛魔以及关羽 VFUN拿到了杨简 貂蝉 孙上山 张飞和达魔 那么在召唤神选的方面 Estar是带的上单带的是一个闪现 而中单带的是一个进化 所以的话老牛带了一个加血 这边桑的关羽带的是个进化 VFUN的话中单貂蝉带了一个进化 张辉的话 张飞带了一个眩晕 其他位置是偏常规闪现成绩 是 那我个人感觉 VFUN这边 EvDoor它其实可以带一个进化 还行 其实你要一个来讲 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 Estar这边的控制是相当多 几乎人手带过 从了中单之外 对是很多 所以你带个进化很合理 是很多 但是确实不如这个 宫门五脏这种硬控大刀 就是我技能点到你脸上 就是从你脸上来打控制的 因为这种控制毕竟是指向型 就不是那种定上去 就不是定人定定的那种 是 可以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阵容 其实在打团方面的话 个人感觉Estar 如果在前中心 能够备定一定的优势的话 对于VFUN来说 这种特别的Estar 但是 你不要让VFUN的一个射手 达到了一个五神档以上 这样的话就很难办 应该说 让对面的C位 你怎么会是不少让他们 到五神档以上 就是20分钟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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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到20分钟以后的话 对于Estar来说 就非常不利 对 刚才是看到Estar的比赛室里面 看到小鱼也在抖 我刚才想说 我们应该是从化妆间 这个东西传染开来 是 好吗 回去先把阿太抓起来 先隔离一下 对 还有传染病 你怎么也在抖呢 九天你没事吧 对 感觉也在抖 其实这个也是放松心态一种方法 其实选手在比赛场地上面 他的一个心态 是 那是来到双方PO3的第二场比赛 换编之后 蓝色方的Estar 和红色方的VF 战队 这边的话 双方E集团 估计Estar是要搞点事情的 这个阵容不打架 真的对不起这个阵容 没错 现在的话 威放现在稍微的 要处一个防守姿态 诶 助量的进化用掉了 助量这个是出来 就把进化不小心开掉了 手滑了这个 那应该是手滑了 对 手滑了 但是我说 我这个进化不想带 突然就看这个进化很不顺眼 我想把它用掉 没关系 包括孙小鱼拿了一个 诶 没抢到 刚才说保护孙小鱼 真是没抢到 躲在旁边一直点也没有出去 就在旁边给你打 小鱼这把拿的是一个赵云 那其实赵云的话 他必须要升到四级 才有硬 丧的话这一刀是想把它 往小鱼身上批 没批过去 丧在前期就要搞点事 关于策马奔腾 在前期升到两级之后 确实很凶 对 看这边的话 威放是在敌方的野区 搞点事 曹操一个人的话 面对敌方的杨检和达摩 确实不敢上 他们现在前期在上路 施加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这是一个无射手 这边直接推过来 危险了 小鱼这边是红的 一刀斩杀 哎呦 差一点点 这边的话最后还补了一发 这个眩晕也没有能保住 张飞即时开了一个眩晕 这一刀劈出来是真的没有办法 没办法 他根本走不掉 因为小鱼身上还是有一个终结的 这一个终结的话能够很好地保证你的一个融合率 是 这边一套是把Summer砍到了残 把这个Crime砍到了残血 不敢往里面追 是因为进塔之后 Crime反手一个二技能是能反杀 看这边血量是占到了绝对优势 养减四级是打不过四级曹操的 这个是可以跟大家明确的说 因为他的一个回血能力是持续回 就我曹操开大招之后是什么呢 普攻加上技能就都能回 你所有的伤害技能全部能回 而且大招本身开启的时候也有一段伤害 是我们看一下 E4R在占助了一个前期优势的情况下 率先来到暴凶处 或者暴凶处修掉 那已经全员几乎达到了四级 非常顺利 前面也是没有说完的是 就是 无射手阵容打一个射手阵容 其实更多围绕一个射手 在他的红buff野区做一个入侵 现在老牛的话呢 因为目前来说 场面占据了优势嘛 而且他等级方面已经有点领先了 所以他在敌方的野区方面 可以不停地晃远 这关羽一个大招想是越回撞回来 这一幕我感觉我是见过的 阿泰也是曾经在上路一个人对两个人 打过这一幕 当时是单杀掉 但是这边的话没有特别好的机会 没有敢往上冲 这两个英雄还是比较难的 孙上香加上张飞这两个英雄 第一个有位移 第二个呢 张飞身上是有个盾 对 所以你想去撞回他们两个 其实比较难 关键是张飞在关键时刻 是能够破掉你的冲刺状态 他一技能是有一个小小击退 他一个抗拒效果 离我家的ADC远一点 不要靠近我家ADC 好讨厌 你走开一点 不要碰我们家香香 是 好 这边的话 正常一个前期过渡一下 虽然实际上的话 再往后去发育的话 开始慢慢能够找到一些自己节奏 这边小鱼又是反掉了一个野怪 有的时候积少成多 拿到一个野怪之后 确实能够帮自己奠定一点小小的优势 对 这个真的很重要 其实都不能说是积少成多 他其实也不少看关于这刀 又一刀 这一刀好像没有打到这个 没劈到 对 没劈到 看到那个小雪人飞死了 他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进入野区的每一次呢 就你尽量能够拿的野兜去拿 是 因为这个就是慢慢的一个经济压缩 什么叫压缩 因为地图上资源就这么多 不是你拿就是对面拿 要么就给地图拿掉 能拿的你都去拿 然后把对面可能拿到的野兜去抢到 这个就叫压缩 对面能拿的越来越少 你拿的越来越多 时间一长 你看这边小鱼在一直搞事情抓杨检 两个人抓的话有点疲软 抓不掉 这一扎还没扎到 是的 扎到了都可以试一下 没扎到的话就算了 RAM这边的一个杨检啊 也是经常的龟缩在塔下不敢出去 没什么办法 杨检的话在塔下的一个能力 怎么说呢 缩塔能力还是很厉害的 对 他被动一个 有塔爸爸在 这个反杀能力还是很厉害的 被动的韧性 也让他有了一定的反杀能力 被动的韧性 这边在上路施加一波兵线压力 上这边感觉很跳啊 我倒感觉 上这把呀 被压制住了 他其实一个关羽应该过多的 在整个场面上游走 并不应该在这个 一个防御塔上龟缩着 这个说的是没错 关羽的话 一个正常打法是什么呢 在上路一波兵线 清完之后 去中路找一波机会 或者去也去找一波机会 这个是关羽的正常打法 我看一下这一波团战 现在这个上的关羽就有点打活了 已经是听着我们说话开窍了吗 这边刚说完这个大招推过来 但是结果不是特别好 对我拿到红 蓝的话也是选择后撤 是 赵云的话是成绩拿了一个蓝 其实从整个场面角色来看就是如此 小鱼和这个 应该说就一个小鱼吧 小鱼去抓人 他其实很平安 他抓不死 这个大招扎下来 扎到 但是这里的话 杨姐的康塔力还比较强了 一个大招细绝会就非常快 能不能越塔强杀死 能流康塔 很好 这边细绝做得不错 奶茶的话是进来先用一技能挥了一斧头 这个时候他的伤害是被削弱了一些 这样的话 这条暴君应该也要收入一斯大尔的团中 一人头一人头一塔 加一暴君非常赚 关于现在在上路的话已经被捆住了 没有办法 只是这样一来的话对一斯大尔来说很不利 虽然说刚刚下落是拿到一个人头 但也是牛魔剧有种才给到的 是的 而且非常替Vfunk担心的就是 他们这一把孙上香 一波多能否顺利的发育性 我们前面也提到 Vfunk现在来说面临了一个 较低的一个积分下滑 下滑得非常厉害最近 他们现在急需要自己的一些胜利 第一是打成气势 其实我们说这一分 你对于他们现在在 他们现在是多少名次呢 就是第十的名次 对 只拿到了三分 你说对名次提升帮助意义非常重大 其实未必见得 但是对于他们自己队员的一个 心态一个事情来说非常非常重要 对 没错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 真上香已经是做出来了一个 无心战刃 而且很有一个细节在这一摆 就是 他是出了一个回篮牌 这个回篮牌的话 也是保证了前期的一个篮量 对 能够消耗的稍微的慢一点 对 基本上在线上多待一些时间 其实这个装备如果卖掉的话 也可以卖很多 就是亏不了多少 对 上的话 刚刚是在后面绕了一波后 想找找位置 但是被张飞怼住了 关羽的话还在上路被困住在 这个就有点难受 你看家里一个孙上伤 一个貂蝉 就是张飞大爷来守护 不要碰我家 香香 不要碰我家 这个什么 蝉蝉 一刀打上去 这边一个大招 吼一下 应该是要退一下 想打的话 要不要 看这边达摩跟上了 达摩这一拳都没有打出来 又摸一个大招 奶茶这拨大招是用来封路 我们看一下 但是自己被留住了 这一个二技能撞墙 这个是怎么回事 上这边也被留住 很危险 曹操赶到 Orig这拨能不能打出一个收割来 刚刚他这个二技能是没有撞上来 老牛 被留在了下面 这一波的话 我觉得VSTAR的一个进攻 还是有点着急 很遭伤害 但关键是 这一波其实掩护车腿 没有任何问题 老牛刚主要是没上来 这样的话 正面来一波 打了一波零换一之后 V放追回了一个人头 经济也是追回来 刚刚的话 貂蝉从侧面赶回来一个位置 非常好 正好一号被动 踏上来留住了当时想要逃走的人 是 其实这样的话 我看VSTAR它的一个阵容 对一个分配选择 确实存在一个很大的状态 对 关羽一直跑在上路 他这个兵线不能放过 而其他人呢 去抓人的话呢 这个伤害有一点不够 但是导致了这个节奏带不起来 哦 这里的话一拳头将蓝打回来 这个 这个就不讲道理了 是 这个就很不错了 我们看张飞手是一种大招的 而且 几时和萨莫尔 他们两个人在这一把的一个 控制的一个combo 也是会很厉害 就只要是张飞这一下 吐 大招吼到了一个关键位置的话 其实几时有完全足够多的时间 一技能跟上去 提发大招的 其实威放这边的阵容 他不怕你在野区跟他打团 对 他所有的英雄几乎都是要靠地形 来打出优势的 没错 像关羽 像是这个貂蝉 包括达摩 是 他都是依赖地形 哪怕是尊上香 对 如果是正面打团的话 他们不能够利用这个墙 进行一个穿 穿来穿去的话 其实对于走位的要求 会比较高 这边的话 打掉了暴君 一萨的话 暂时来说 还是有一个领袖 而且其实刚刚有一点 就是冰线上 冰线上的话 其实关羽还相对算比较活络 因为他 一条线是怎么的 关羽一个一技能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蓝 是被crime 拿到了 又咬到了一个淘操 是的 两个蓝 打不在身上 威放这边 奶茶大招捶起来 没有捶到 张飞回头 吼一个大 我们看一下这边 shadow继续 开启大招飘了起来 但是甚至被秒掉 孙长人家到备 疯狂输出 张飞在前面顶住了无数伤害 这边orange是切到后排 看一看 桑的这个关羽 一刀 有没有机会打出伤害 漂亮 这边躲不掉 一波零换三的团战 刚刚几时反应非常快 牛魔一个大招 披下来的一瞬间 其实一技能往左边 位移一小步一退 抖掉这个大招 其实本可以后退 无奈shadow当时 真的就是杀心 杀心一起 我忍了这么久 这一波团我忍不了 当时shadow一个人冲进去 结果真的是跟队友拖鞋 他一个法师冲到对面的人群 中央瞬间被秒 只能撤退了 我是感觉张飞这个大招 吼得有一点点 他用来进攻了 张飞这个大招还是用来反打回表 老娘只能转过来 反手一个大招 这个大招是空掉了 其实其实已经走开了 对已经走开了 张飞好了之后 你看shadow这个时候就有点闪不开了 两段你能往里面 关键是 舒鬼亮这个大招是没人帮他挡的 没办法 他一个人已经在这里面 就连summer都在往后 然后这边关羽的刀劈下来伤害也很高 对的 高度上稍微还是有一些断刺痕 而且其实要提到shadow一点 他在中单的使用上 不知火舞是他使用次数最多的一个中单本赛季 对 十场的话是赢了四场 一共拿出十场 其次的话高剑离 印象应该还是蛮深刻 shadow的高剑离是在 第几周的比赛里面 当时拿了一个四场 那一场高剑离四场也没有赢 他的高剑离三场 四场 胜率也是零 雕蝉的话这也是第五把 是的 你看一下这样的话呢 在主宰先锋 被e-star 拿到的情况下 对Everdorf来说真的非常不利 尤其我可以看一下 Everdorf现在他的一个出装 应该还没有做到五件以上 他现在怎么说呢 就是正面本来说等级有点不太高 而且你正面坦度不够 会造成一个最大的就是 有时候坦度和你的输出是相辅相成的 就是你正面的肉够肉 我的输出也能打更多 因为我输出环境更高 而我的输出更高 我们的肉也会显得更肉一点 因为我打对面的时候 比对面坦你要快 是的 那现在的话 e-star 也是在慢慢的磨你的塔 也是刚刚我们看到一个小细节 就是奶茶的牛魔 是一个大招 封到你的路之后 然后全员几火 进攻你的防御塔 他们现在一炸什么呢 就是兵线多兵线处理 因为一直来说就有个关羽存在 可以看到前面的话 关羽上路砍一波兵 下路砍一波兵 而且我前面没说过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波 感觉关羽要搞事情 上去被晕了一下 上去被晕了一下 上一半扎扎扎到了貂蚕 那貂蚕瞬间进化解掉 是啊 关羽这边还要搞 关羽推回了Kram 再推 Kram这边很危险 这边的话 珠克亮的位置 再推 看一下Jungle Jungle这里很难受啊 哇这边连推四下 Kram终于是 还好 终于是倒了呀 是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这个 上的关羽虽然说发挥很好 但是Jungle的位置 并不是特别好 对 如果说这个时候威放 抓紧时机 突然打一波 可能就是他们一个翻盘点 是的 确实刚刚 能够感觉到一堆那么多下 就感觉都一直没有打死 其实叔叔没有激活到一个点上 当时 这个是有点失误了 奶茶一个大招 上的话正好推开 Jungle当时很着急 他在犹豫 这波团 我们是到底打还是不打 所以他往上走了一下 发现 可能打不起来 往回走了 我还不如一倒就杀Kram 对 杀七队就是最好 连推了四下 所以这样来的话 确实导致了这个节奏有点乱 还好对面没有把握住 对 这个也真的是传说中的踢皮球 对 这关羽的话 前面不发力则已 一发力惊人 这个不踢球就算了 一踢球就 疯狂破坏 来回常传 是 看一下现在威放 只能够被动的缩在 启方的防御塔之内 连野区出去的话 都是三四个人一起出去 刚刚又没有说完 刚刚又是打团 关羽的话真相 打到现在这个阶段呢 一波兵线 两个小兵 一个炮球兵 关羽的话 一刀是能够把所有小兵 全部抵死 炮球兵的话 是能够剩下一丝血 上去A一下 这个一技能转一下 就能死 而且关羽一个小细节 跟关羽玩了少的小兵 可以补及一下 他是在一边跑动的情况下 放一技能是不会被打断你的跑速的 就是你叠冲刺是不会断的 所以你不用 一定要停下来去普攻来受伤害 那个一边跑一边一技能转一下 就不会打断你的叠伤害 这边伤害真的是爆炸了 看到正面团战是一个一个倒下 拿到二连击破 手上大招是已经没有刷出来 刚刚最后的大招是用来打伤害 讲道理 正面的话 四个人推进来是有机会的 赵云一个扎 扎上来一波多被打到半血 一四血 我觉得要一波了 这真的感觉要一波了 要一波了 正面最后一个人也已经倒下 只剩下可怜的香香一个人 最后烧不住了 恭喜E-Star 恭喜E-Star 2比0带走WayFound 我能怎么说呢 其实 WayFound最后一波团战处理的 已经很不错了 不管是这个 貂蚕的入场时机也好 还是其他英雄的配合也好 但是奈何真的装备差距有点大